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跟大家開箱就是剛剛發布 ASUNE的無線追焦系統 以及它剛剛推出的Cine View Cord 開始影片之前 記得提醒大家 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有什麼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問題就盡量回答大家 希望你支持一下我 下面留言和按個Like 先說回ASUNE這個牌子 其實這個牌子之前 大家試過 有Cine Eyes 2 Cine Eyes 2S Cine Eyes 2 Pro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Cine Eyes 2 Pro的時候 其實它那隻本身是四天線 所以它的接收發射是特別穩定 而我有些朋友 特別是要做Live 一些要求穩定性高 但是預算又不是要去到很高的時候 唯一的選擇是四天線 就是Cine Eyes 2 Pro 所以它們都會買了這隻來使用 直至今天 要跟大家介紹 除了剛剛說的發佈的追焦Border系統 今天也會介紹那隻Cine Eyes的最新版本 就是Cine View的Code 四天線 疫情期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網買東西呢? 最近JB More 終於推出它們的網站 大家也可能會聽過這個網站 究竟這個網站是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網站是想打造一個屬於香港人的B&H 可以一站式購買攝影器材 當然還有支援消費券 還有積分的回贈 買完700元還有免費的送貨服務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 比較少網站會有這個計劃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會員的推薦計劃 只要你做了追焦B More 會員 也利用會員制度推薦朋友買東西 佣金可以有3-10% 全網站超過130品牌 以及超過1萬件的攝影器材 只要你想推介的產品 都可以用這個推薦計劃 只要你進入這個網站 登記成為會員 利用會員功能成為推薦大使 就可以賺取佣金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 另外就是品牌的數目多 變成大家就算不是買東西 都可以進去看看不同的攝影器材 究竟現在的對比是怎樣的 即時看看你幾樣想買的產品 究竟SPEC 是怎樣的 當作一個資訊性的網站也行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在下面的連結 按進去JB More 看看 這份產品我剛剛收到沒有 我立即開箱 跟大家一起去看看這份產品 有什麼在裡面 至於功能上的東西 我會再說 實戰 今天這條影片可能未必會有 之後我實戰再多一點的時候 我一次過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先跟大家開箱 然後寄箱就在這裡了 我先想一下 因為有些地址位我貼了膠紙 保護一下自己 我先跟大家打開箱 我先看看 Soon這個牌子 其實它有做Gimbal 有做圖傳 但近年來 大家都看到它這個牌子 大家為人熟悉 其實都是圖傳比較多 尤其是因為它發佈了第一支Cine Eyes之後 大家會覺得它不如你做圖傳吧 你也做得不錯 所以大家都會向圖傳有所期待 我們打開箱 看看它有沒有記起什麼 這些Bubble紙 剛才說到那隻無線根招系統 我會跟大家看看 不開 剛才說到這個 它最新的圖傳 就是Cine View Cord 有四天線 一發一收 因為這款版本 有HDMI和SDI 其實它有另一隻叫HE HE那隻只有HDMI 看看你本身的要求 然後去買 裡面還有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還有包線 哦是D-Type去D-C頭 還有這個 這個是Type-C去D-C頭 哦這個 好 還有一本Catalog 然後就沒有了 這個就先把它包進去 好 它一共寄了 就是這麼多東西來 我們就不先拆這東西 我先給大家看看 這個小小子 上網其實我想都會有看到 那就是它之前的產品也有介紹 有興趣可以上去觀望我看 這個我留給自己看 這個線 這個就是給它應該是追焦系統的 因為它有D-Type 始終它 因為我看過它的資料 其實它是說 它現在除了用裡面有 可以用這個FW50 即是Sony 以前A7R2 A7S2 即是我有和這些機器 所以記得那個是FW50的電 可以把它插進去裡面使用 直到可以用Type-C去供電 所以它有D-Type-C 也有D-C去Type-C 是的 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我真的還沒開 所以我還沒試 不過沒關係 這個它有跟 起碼我試到東西 好 接著這個就是 噢 是 電 FW50的電 也好啊 如果我真的 這個 它也細心 我不知道它其實 它應該正常不會包 但是它既然寄給我 就預料我可以有電視 萬一我真的沒有這些電 它都可以虧 這個是細心的東西 但這個我猜應該不是它們出 不知道啊 這個可能是它跟給我 這個就是圖存 這樣呢 正常都是寫espect 包裝 其實是 蠻好的 其實它的設計都 咦 我看到它有寫香港的 HK 應該是 應該是指香港的 香港版 應該有不同吧 好 那就不看了 因為這個要拆的 我們先看了這個 沒有先跳頻跟招系統 沒有先跳頻跟招系統 跟招就玩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要用Z機 其實我用了多自動對焦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 會想有些舊鏡 或者有些現在新 不同的B型鏡頭 比如是老挖 比如是C銳 有些沒有自動對焦的鏡頭 有時候想有人幫你跟自動對焦 或者你想安裝在不同的位置 可以讓你領風 不用擁前面 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你可以擁到的時候 這些跟招系統就會幫到手 我們先打開裡面看看有什麼 這個盒子有點像 這個像是什麼呢 像Telter那一隻 我都會展示給大家看 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 我挺喜歡它 挺有沙 通常這些包包 通常是黑熊 或者全黑 它還挺有趣的 它的粉紅色也是很好 其實有這些保護盒也好 不用去散嗦嗦 不知道要用他們可以在那邊 打開它 椰 它的配套也有些相似 但是呢 挺帥的 它有一個說明書 有英文 有中文 有日文 它會有日文 但是我們不是有日文的 但是我看到有日文的 說明書我們不看 我會研究一下 裡面都是跟了一包 QA鏡頭的根招匙 我看到它這個也有心的 那根招匙不是這樣 一個公版的 起碼要印自己的Logo 試一顆螺絲 我相信那顆螺絲是安裝配件 在機器上 線材 Type-C去Type-C 然後一支安裝的六角時 這樣一支就是金屬的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金屬的 金屬的一支夾管 那負責是什麼呢 譬如有些Cage 或者是有些套龍 或者是L架 你想安裝摩打在旁邊 就是這樣 上了螺絲 然後安裝夾管在旁邊 就是安裝摩打用的 這個稍後也會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都會這樣 一般這些金屬的系統都會夾管在旁邊 剛才我漂亮的 我先不拿這個 我先把摩打出來 這個摩打就是這樣的 一個小螺絲 這個是配件 然後兩個 一個是鏡頭 一個是電源 一個是電源 它是5-16.8 都可以的 我想沒什麼Type-C 大家能電都可以進去 所以就剛才跟著那條線 跟著這條線 給你不同的火數 不同的電源 明白 接著鏡頭 它應該是按Roll 鍵 即是Recorder 鍵 應該是這樣的 好 接著 嘩 好 金屬的聲音 你聽到嗎 這個很金屬的聲音 它有一個叫做膠的外殼 接著一個金焦輪 就是金屬的 好 旁邊有一個是 應該是快刷來的 快刷給你裝在不同的地方 對 這是快刷來的 接著進入電 咦 挺有趣的 蓋子是磁吸的 這裏應該進入剛才那裏的電 試試進去 應該有掛這些出廠 應該有電掛 試試吧 沒有我自己也有的 可以再進去試試 開關 開關 是不是六個開關 真的 穿得到 哈哈哈哈 真是Record 鍵開關 有電 有電 對 正常的 正常的 好 其實這裏應該 開到這裏 我先吃回去 想開圖傳 好 跟大家拆一拆包裝 但不知道大家猜 它會不會和以前有不同呢 會不會跟著包裝 其實幾個牌子的圖傳我都有 但是 不知為何 除了有些比較貴價 會跟著硬盒鑑箱之外 其實很少會跟著這些軟盒 放到剛剛好 很少的 好像 真的沒有 我自己手上的 我通常都是自己配的 不知道它會不會跟著 但沒有也沒有辦法 沒有也不是死罪 但如果有 我會開心 因為不用再想一下 究竟用什麼袋子 要不然 我經常都好像 要尋寶 那樣的 就是去那些 深水寶 去那些 賣了那些 放電腦東西的配件袋 那些 走去找那些 剛剛放進去的那些 那我們 我們先移它出來看看 想看得漂亮一點也不行 還是絕絕 好似就沒有了 我覺得打開 應該只有兩部機 那它沒有也沒關係 剛才說過 只是貪心而已 好 寫著Dillband 染4也不知道 是沒有的 不過不要緊 這個提外話的 都是說明書 都是日英中三個文字的 都是說明書 不看著了 但我會看的 因為 鏡網說明書都重要的 有時候 不是說 我也不是一樣東西會看說明書 但有些新產品 你真的不知道的時候 就看著 真的好些 那裡面兩隻機 嘩 好帥 四天線真是 好帥 好帥 真是 四天線 這個是傳承器 就是發射的那一隻 就是這個 Syn SynView SynView 970的電 就是L電 其實很相似的 跟 其實我現在用的那隻 都 現在圖傳的那隻 都是SynView Ice 2 可以先對比一下 兩天線 四天線 我是很相似的 都是有好的地方 這些 之前我提過 是有一個定位編 是相差很遠 這個定位編 因為我一會兒可以示範給大家 就是沒有定位編 有什麼麻煩 有一個 接收器 它真的有分接收器 和傳承器 都是四天線 一樣是電池 都是L電 剛才提到 這個版本也是 有SDI 如果有些朋友 有SDI 需要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版本 如果不是 H1 就是純HDMI 簡單 也沒有什麼配件 另外兩個就是 安裝相機頂 通常都不會用這個 但它有 也有些人可以買少些東西 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好 我先給大家 我先試一下 看清楚這些功能 再跟大家說一下 這兩隻 剛才提到 TELTA 那隻盒子 真的很像 打開 它的擺位 都有點像 沒有的 這些小的 微型的 無線根招 都是類似的 但TELTA 我最不喜歡的 就是它的充電 基本上 我經常都因為 充電 比較特殊 所以 經常都找不到 所以現在 都比較少用 外觀上的分別 雖然 雖然 TELTA 這隻 看上去 做得比較薄 始終 充電 有厚度 大家的方向 真的很不同 TELTA 是以木紋為主 而Azun 這隻 是以金屬為主 你說 白邊 做 Lockmark Azun 為什麼不做 我這個 也不太明白 但 是否真的 一定要有 對於 新一代 有些 都沒有所謂 因為 都不會 用Lockmark 記下 自己想領 有些 通常會貼上膠法 貼紙 三角形 就已經可以了 也不一定 不過 如果它有 就更好 再說 外觀方面 剛才看到 金屬 然後 它的膠材質 沒有 TELTA 會做了一層 磨砂膠 上面 因為它是普通膠 但 我最重要的是 它的頭部 是Type-C 因為 TELTA這隻 如果給大家看 它仍然是 MACOUSB 始終它推出得久 它一直以來 都沒有改變過 新的頭部 非常麻煩 特地找回MACOUSB的頭部 都覺得很麻煩 不過它本身 用的叉電多的 就很少用USB TELTA這隻 如果說到它的外觀 其實都沒有所謂 有些實用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 它有實體按鍵 為什麼實體按鍵 很重要呢 因為我之前用TELTA那隻 任何功能都要用TELTA按鍵 才能夠轉 因為始終TELTA那隻的按鍵不夠 現在用TELTA按鍵 全都放出來 是很方便的 例如我要轉A B Point 例如我要轉Clockwise 轉Clockwise的方向 其實都在側面的按鍵 已經可以做得到 這個是方便得到的 至於摩打方面 它是比TELTA大一點 但是廠方來說 它說扭力會比較大一點 還有一件事也是 最重要是Type-C 因為Type-C頭 始終2022年 沒有理由重新推出以前的頭 TELTA始終是比較舊 而且它用MACOUSB 真的很頭痕 有時候我們的接口 都已經開始轉Type-C 你選擇MACOUSB供電 也是很麻煩的 而現在ASZONE那隻 當然是轉Type-C 有一邊就是 CAM的負責是Record 鍵 另一邊就是供電 無論你插尿袋 又或者像我一樣 平時用的L電 都有Type-C的供電 就可以給電 如果給電的話 除了額外有一個電源 你插進去 追焦路輪的手柄 其實都可以用電子 亦可以用有線的操作 當然它是無線的 但是它插線後 都會有有線的功能 有些人會說 怕信號不穩定 你可以插線 做有線的連接 至於安裝相機的感覺如何 插上去給大家看看 我又用了一支C序的變形鏡頭 24mm 本身我沒有安裝 原裝的跟招尺 就安裝了ASZONE GUN 這條跟招帶 安裝了MODAD 之後 剛才提到 我有一些L電子有Type-C 插進去 L電子就拿電 變成MODAD 有電子 可以做一個跟招的效果 當然是無線 你喜歡有線 又可以插進去 又或者安裝了跟招輪 在機身也可以 方便一下助手 或者自己領域的時候 的位置 另外 剛才提到的圖存 其實它跟CineEye 2 很相似 有不同的channel 有Group 也有不同的MODAD 有些是Normal 或者是影像是Quality 比較好 或者是傳輸速度更快 也會有 另外就是 它這次的實體就是多了 多了一個渤輪 始終可以轉Group 就立即領導 對於一些需要 不同的操作都會好 最重要 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 螺絲位有定位PIN 到我們安裝一些配件上去的時候 就算是鬆了 螺絲也不會飛出來 也不會移位 這件事是重要的 這隻最好一件事 就是它是四天線 也跟CineEye 2 很接近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們想找一些 小天線又要小的圖存 這隻 我相信現在市場上 應該是唯一的選擇 天線的擺位也很好笑 除了它平時的開發 究竟它學回航拍機的擺法 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增加距離呢 這次實戰的時候 和大家試一下 今天快評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按個LIKE 以及按鈴鐺 就可以收視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我看到這裡 好的 過程 久了 有 可以